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軍武器言》,這節目主持是Larry 這一節就是我們《軍武器言》和《科學新知》的Crossover節目 這一節的《世界防衛消息》我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南華早報》轉載了馬偉銘院士 這個就是中國一個大科學家,他是由科學家可以上到政治局很大的位置 前途無可限量,他對中國的海軍似乎也有相當大的貢獻 包括我們講到003的福建豪,電子彈射似乎是他一手一腳做出來 中壓直流等等的東西,大家也在我們這個節目也有一定的了解 說起馬偉銘院士最近又有歷作,他最新的歷作就說到 中國是有能力去做一架超級戰艦,超級戰艦已經可以超越了美國的打擊群 就不需要放很多架神盾艦在這裡,不需要了,現在做一架 首先那個造價可能貴,但是一架搞定 其實接下來做維修、保養、後勤又可以省下不少 上面的武器應有盡有,上面要有的東西全部都齊 所以他一架就可以打10架,即是一架葉問的航空母艦就跑出來了 究竟在那個技術實踐上會有什麼困難性呢? 還有如果他做到的好處是什麼呢? 還有他有沒有一些風險伴隨出現呢? 所以今天都會有陳博士跟我們一直在這裡解話 究竟整件事做下去之後會怎樣呢? 那麼美國或者其他世界強國他們做的時候 又會不會跟隨這個潮流去做呢? 還有現在的做法,還有這一種的做法,利弊又在哪裡呢? 那麼今天都會和大家去解開它 當然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還有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多謝各位 陳博士,你好 你好,Larry 說起這件事,我們一起看這個SCMP 《南華早報》這件事,馬偉銘院士說到 包括他將他很多的技術擠在一個艦上面 我們姑且就覺得那艘應該是航空母艦 我們這麼想法,因為上面又有飛機 又有所有的攻擊武器、防禦武器全部都在這裡 那麼我們暫時看他整個學說的中心 或者基礎的理論,其實他的倚仗是什麼呢? 陳博士 那麼說,首先我就絕對不同意說 他可以有了這件事,只可以一架打十架的 這個就是天方夜譚來的,其實 基於他有的東西,我就會認為 因為馬偉銘他本身是做電機出身 我們說之前他有什麼叫做中壓直落系統 譬如說可以令到你的艦艇上面 是有一個很全面也都比較完善的一個直流電系統 而且我們在以前的截數也都提過一件事 你有好的電機系統是用來做什麼呢? 他是希望可以能夠把整架艦的動力系統 和他的艦艇上面用到的所有電子系統的供電都合一 因為你那個艦艇本身的供電系統 他的能源主要就是來自你那個發動的機組 問題就是你是用柴油發動還是用核動力發動? 如果你是用柴油發動的話 那個消耗其實可以很大的 尤其是如果未來你除了那個電子系統 除了是雷達之外 你有很多其他的武器系統 你都用電的話 其實你對那個電機的需求 和那個能源的量的需求是很大的 從這裡我都記得我和Larry你談過 就是說歸根結底最後 你一定是要有一個核動力的系統 而且這個核動力的系統 不是好像現在講的美國的那種核動力艦艇 而是你能夠將那些這樣的核反應堆的機組 做到非常的微型化 於是你一個航空母艦這麼大的船 裡面能夠再更加多的核能在裡面 於是它不單止和你做動力 而且就是令到你整個船上面 你的雷達、通訊、攻擊和防禦 所有你想得到要用電的東西 你都可以放在這艘船上面 我現在看到《南華早報》這樣的報導 就是提到馬衛明院士的這個說法 我也都覺得是一個對於這個解放軍、海軍 是一個應該做的方向來的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更加好的供電系統 你上面就可以有能力去負載更加多耗電的武器 那些武器可以是攻擊的、可以是防禦的 凡是用電的 以往如果怕太食電不敢放上去的東西 現在可以放上去 所以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你如果做到激光武器 或者做到一些叫電磁彈射武器 或者任何一些你需要用電磁彈射裝置的東西 都可以放上去這個艦艇裡 有了它所發明的那套供電系統 一定逐再要另外再加上一個核動力的機組 才可以成事 我會說馬衛明院士去提出這件事 是一個提升來的 它提升最重要的那個位置 就令到一些傳統這麼大這麼小的艦艇 它不失動力之餘 但是上面可以附載更加多 耗電更加高的攻防武器在那裡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革命性的位置 所以陳博士覺得歸根究底 他都是要先 就是很多明目都好 他考慮的都是他那個動力那裡 那個心作那裡為之出發 我會說是的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你沒有了核動力機組 所有那些這樣的直流供電系統 你為那個艦艇上面 很多需要耗電量非常大的東西 其實那些裝置就變得沒有用了 你首先一定要有一個供電 你供電搞定就先 在這裏 當然背後的假設就是說 當一個不久的未來 就是解放軍的核動力的艦艇可以成事 就是航空母艦核動力可以成事 不只 還要是再加上那個 核電機組微型化的技術 也都成熟 兩樣技術都到位的時候 再配備 再配備馬慧明自己的 他的那套供電系統 再配備其他人發明的那些 電池的工房武器 就可以去放在這艘船上面 所以其實你看到馬慧明院士 他本身是電機出身 所以他整個討論的中心 他其實不是很想到最後形成的戰力會是怎樣 而是他很希望能夠將中間這個能源的 供給問題去妥善處理 就令到整個戰船那個供電是穩定 就能幫助到工房 就是這兩方面 所以我會說 始終他是一個工程上的專家 對於這件事在實戰上面 是不是有用呢 其實應該要留給其他人去講 其實有這麼說 我覺得就算我和Larry在這裡 其實都可以問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真的有了這件事 如果你認為它會不會真的 是可以影響到整個航空母艦編隊的那個形態呢 是不是有一架船 它上面已經所有東西都有了萬能了 就代表著我可以整個航空母艦編隊 就可以完全就裁設了 就只剩下一架戰船呢 其實我們應該要答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又牽涉到我們 另一件事就是美國這邊 我相信他們說會不會有些 做一些超級戰艦出來 他們做福特級 大家知道福特級其實就是 一架很大的噸位的船 那當然是超過10萬噸 就是這隻船 這隻戰船 但是你見到它都不會包了所有東西 就是它雖然就說 它上面呢 接下來可以放電視軌道炮 那不排除會放鎧射武器 但是你見到它的雷達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特別厲害 就是你見到它稍為大的功率 或者好的雷達呢 它都會把那個責任 就是防空搜索啊很多東西 就交了給它隔離的那些艦艇去做 就是我們說那個神盾級 就是我們說通常就是 包括巡洋艦也好 包括接下來接任的 我們說Flight Free的 這個阿里巴爾級 他們的驅逐艦也好 那可以這樣說 就是其實美國經歷過 一戰啊二戰啊這樣呢 它是感受到那種的風險 就是怎樣去分散 就是說戰鬥一定有風險的了 那如果你說是一個整體 和一個集團式這樣去做 那風險是不是有限 會這樣分散呢 第二個就是各社群職 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 就是可能呢 在我們說的神盾艦 還沒加入航空母艦戰鬥群之前 事實上呢 航母的防禦是比較困難的 那當時呢 都可以這樣說 當時呢 他們的艦載機呢 是真的做防禦那個部分 是做得比較大的 包括F-14大家很熟悉的啦 F-14呢 那時候呢 它應運而生的原理呢 就是因為 它面對它的敵人呢 就是那些轟炸機 那對方的轟炸機呢 就又快啦 飛得又遠啦 突然間呢 貼海飛過來呢 就攻擊航母艦呢 其實很傷的 那所以呢 就他們要發展呢 就是F-14呢 可以攜帶到很大量的 可以射得很遠的武器 我們叫鳳凰飛彈啊 那麼呢 就離遠看到你呢 就要立刻出擊 那麼去到某個位呢 就空你了 開始 那你再不走 我射你啊 那麼就在那個航母艦外圍 做一個拱戶 那這個其實就是 神盾居足艦沒有支持的 那麼就變成那時候呢 雖然不是說 集所有功能一新的航母啦 但是就肯定沒有現在這麼輕鬆的 就是現在明顯呢 航母它主要負責的功能 都主要是攻擊啦 會為主啦 那麼其他的防禦啊 區域防空那些 你交回隔壁的那些 神盾居足艦去做啊 會更好 那所以陳博你怎麼看呢 就是現在他都有趣的 他是馬雅明院士的意思是說 他包括有這個電磁軌道炮啦 那電磁軌道炮 就可以攻擊一些空中的目標啦 那然後呢 他又可以用到那些什麼 Rail gun 不是 這個coil gun 叫做線圈炮 我們這樣譯 那線圈炮 你都是當它電磁軌道炮 就可以了 都是 只不過它是電磁炮的兩種 Rail gun和coil gun 就是電磁炮的兩種不同的設計 是 是 是 coil gun呢 我想來想去都有點像 就是 大家看到 coil gun就是很科幻的那些 握著一支槍 扁扁長長的 在這裡射來射去 還有呢 我最有感覺就是 以前 木村托托朵朵有一套呢 叫做宇宙戰艦大鑊 那裡面那些槍就好像是這個 coil gun那樣 那樣子 很油脆 那麼 陳博怎麼看呢 就是他把那些武器這樣擠下去呢 就是他這樣去擺在這艘艦上 使用呢 其實 是不是真的做得齊了 整個艦隊要做的功能 還有那個 這個我們猜啦 就是這個叫做系統風險 其實是不是都很難消除到這件事呢 我這麼說 馬院士是不是 就是他想著把東西 擺在這艘艦上 就不是他發明的這個想法 是 人家有在做的了 人家有的了 OK 就是你有這些電池裝備 你就一定是把它擺在那艘艦上 差在你是擺在那個藍隊裡面 那艘艦上做 而且也都不會只擺在一艘船那裡 那現在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那艘船是有足夠的供電系統 充足的能源 充足的穩定的供電系統 來幫你可以承載到這個東西 擺在這艘船上面 就是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他 講的就是說 你有了這套這樣的供電系統 將這些東西電氣化了 使到船上可以擺更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這個意思 而這個概念也都不是他發揮出來 人家都會這樣做 他不就算說真的 他不做人家都會做 所以他也都覺得解放軍海軍 一定要去做這樣的意思 還有在這裏都要講一件事 尤其是你看南華早報也好 甚至乎你去到那個台灣的中國時報那裡都好 很容易就聯想到 嘩這架超級戰艦 一架頂十架 就把東西都放上去 就拿你命三千這樣 這樣就要小心了 我想 無論是美國 俄羅斯 任何你說這些世界上 海軍能力都很注重 尤其是日本也可以 沒有人會妄想 是想著做一架船 就一架船 就可以出來一架打十架 最後這些艦隊 都是一個編隊的形式 就是它的攻擊防禦系統 就會將它散開了一個 立隊的一個最直接 大家想到的好處就是 去中心化 那些任務可以分工 甚至乎就是說 不一定是很清楚分工的 最後就是說 你現在幫忙主力做這件事 就算你被人打倒了 我都有能力去take out 是有一些叫overengineering 的一套系統 就是你要打擊上來的時候 你不會很清楚 就是打擊誰 就可以關掉哪一個功能 而是就是說 它會想到一個實戰的情況 就是當你承受一定的打擊的時候 你整體上 所有的功能 都依然是可以保留存在 就是可以在這裏說 有了這套公電系統 航空母艦有一個幾乎只是做基地 要是很受人保護的一個角色 變成為有更加強大的偵測 和攻擊能力的角色 同樣來說 如果在其他不只是航空母艦 可能一些比較小的艦艇 如果你都配備到一個比較迷你的 核能供電裝置的時候 可能你也能夠加持到其他輕型的 艦艇它的功能力 所以我會說 這些供電系統 甚至乎還有核電系統 是對於整個戰鬥群的一個戰力的加持 就不會想到 就是你一旦有了這個供電系統 把所有的東西放在一架船上 你就可以改變到整個 作戰形態的一回事 所以就 我想來到這裡都相當明顯 就是說它這個概念 其實講到尾它都是 它那個系統 如果可以將核能結合了 然後可能轉為動能 或者電能的那個推動 就令到這一架的超級巨艦 那個potential會很大 令到它的戰力就會提升得很厲害 就是已經這麼說了 不只是一架艦艇 而是當很多類似的艦艇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令到整個艦隊群的戰力提升大 就是我這裡就這麼說 它這種這樣的一個補貼 就不只是貼上去那個航母艦裡 如果你說以我對於未來的一代 微型核電機組的認識 那些核電機組 不是最後那個輕的程度 就不只是航母母艦司能夠承受到的 是你可以在周圍的整個編隊 的其它一些 可能那個敦位沒有那麼大的船 遇到它的航速 要是比較快捷和靈活的船 它都可以配備到這樣的時候 就連這些比較輕盈輕巧的船船 都可以上面擁有更加多的電池裝置在那裡 所以就不需要只想一架超級船船 而是我會覺得 是將整個艦隊的那個戰力加持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貼近 最後想要的結果 是的 不過也挺有趣的就是 如果你說將這個核能 就再將它放在其它船上面 那是令到它的那個能力一定是會大個加持 但是你看到美國這邊 如果你說在前蘇聯是有的 例如我們說比特大帝號那些 那些是過兩萬噸那些戰艦 它是核動力的 但是其實它是一架戰艦 就是我們說一架遜潦艦 過兩萬噸那樣 那核動力 當然大家都說有沒有這麼奢侈 美國想跟著的原本 想跟著的 最後就放棄了 都是用常規動力做就算了 那麼我們叫做大口德洛加級 那麼最後放棄了選 發覺都是理智 因為就是每個unit cost可以便宜一點 你可以做多一點 那麼那個維修啊 後勤啊那個cost 那個cycle也都做得比較漂亮 那整件事又不同了 那麼所以就要觀察了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陳博士 是不是最後還是覺得 他究竟做到那個功率有多厲害 他的成本壓得有多低 才是他最後可不可以 在那個艦隊裏面生存的那個重點呢 就是我會說 今次去《南牙早報》去報導的這件事 那個重點就應該放在 就是說一架萬能潛艦上 而是就是放在 它那個整個的能源供應系統那裡的 其實就是 而且這個能源供應系統 就是由華為民院時提出的這個想法 是非常非常極致 依賴最後那個的民營核動力供電機組 什麼時候會成事 就是如果這件事不成事呢 你想將一個電磁軌道炮 放在這架戰船上面 就沒有重雪氣的 或者你想放一些耗電功率更加高的 甚至乎說激光武器那些 就沒有重雪氣的 但是我會認為 它點出了一個都是應該要走的方向 但是要走得上最後的目標 就還是很需要除了它之外 其它幾方面的專家的成果 撇合師能夠做到它的效果 而這件事整個藍圖本身 也都不是它首先有想的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這種想法 已經在其他國家都有嘗試了 所以我們就再觀察一下 就是它現在這個想法 究竟會隔多久 然後它又會嘗試把它放下去使用呢 這個我們會再觀察 還有看回包括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它在核能使用上面 就是剛才陳博說 就是那個微型核反應堆 就是它變成一個很小很小的 可以放下去一個移動的載具 甚至乎像一個貨櫃那麼小 就能夠提供到很大的能量 就像我們之前的雜誌講過 就是給一些軍事基地去使用 我想那個發展最重要 就是本身那個動力 這個動力本身可以提供到 一個多大的一個供應 令到戰艦或者什麼都好 就是可能戰艦轟炸機都可以 令到它接下來它可以看到的武器 無論是那個種類 還有它的數量 可能都會出現一個特別的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奇異點呢 我們之後再跟大家去探討 好 這一節多謝陳博 大家記得幫忙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包括滾武器言 還有放學新智這一邊 還有大家記得按讚 還有記得按鈴鐺 這個鈴鐺 最後可以幫忙 好 那我們就在其他節數 跟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